那小菲日前突然生氣 在微博怒罵小S猛提辛姐夫 外發一片哗然 随后小S的新專輯活動 为了避免失焦也宣布取消 之后也没有再更新贴文 不过她的心情似乎未受到影响 4号儿童节又再度发文 宣传自己的新歌MV 同时也祝许老三明天生日快乐 而新歌歌词内容是说 平常她叫三个女儿做什么 都没有人再听 但如果换成徐亚军出马 每个小孩都变超听话 让她傻眼这演技 根本可以得奥斯卡奖 小S也晒出一段 徐亚三的双面人情境 OK我现在就写功课 拜拜 先去洗澡吧 阿嬷说先洗澡 你记得都没在洗的 那什么attitude啊 那什么attitude 拽解的attitude 拽解嘞 爸爸叫你写功课你就写 我叫你洗澡你为什么不洗 你俩给我做饱了 你先示范一次 你身体上比较多细菌 你要去示范一次吧 我身体上没有你那么多细菌 细菌 妈妈被逼疯了 去帮我开酒 去 去帮我开饼干 影片po出后 网友也在底下笑说 好像百分百时期的你 孩子不能偷生等等 真的是被笑到啦 给你盖 给你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